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今天的身体力行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所以首先我就要先请教静空法师 我们就台湾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开始在怀念 大概早一点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旧时代的那一种 就是说大家虽然不有钱 但是平而好理 然后互相关心 可是大家其实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现在慢慢把这个环境也破坏了 然后很多人提出了一个台湾是贪婪之岛 大家转了就跑 这样子的想法 您可不可以不只是开示 同时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您提过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可是我们该怎么着手去做 改变这个人心或者是说实质上的方式 这个问题 我记得早年政府在提倡文化复兴运动的时候 我有一天去看方栋梅先生 在他家里面遇到教育部的三位官员 也在做 我听他们向方先生请教 这个复兴文化工作 要怎样才能够做得圆满 方先生听了之后 大概沉默了五分钟 很严肃地说有 第一个所有电视台关闭 第二个所有报纸杂志停刊 广播电台一律都停止 这个教育部官员听到的是做不到 这个没有法子做到 方先生说 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文化 你要想文化复兴不把破坏文化的障碍 去掉 文化复兴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决定不能落实 那么由此可知 方先生多么重视传播的教学 他说传播是最好的一个工具 这工具本身没有罪 利用这个工具的人 如果他是正面的 他无量功德 他是负面的 他毁灭这个社会 说的真是语重心长 所以怎么样能落实 一定从教学做起 教学从哪里做起 从本身做起 本身要不学好 叫别人学好 这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要想叫儿女学好 本身现在跟儿女同时来学习 你比如说你已经看过地字柜了 我们用地字柜叫小朋友 我们自己也要遵照地字柜里头的教条 统统在家里做到 大人跟小孩同时做 全国都能这样做 这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 太难了 这个实在讲 在今天我们说这个问题 说来说去是一种理想 要落实很难 不是个容易事情 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 跟学生们说 这个世界乱了 佛菩萨神心到这个世界来都救不了 他说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交代的最后一句话 他走了 可是我们听到就是说 连这些大德这些先贤提出的理论呢 可是大家还是都带着一点点的无奈感 就是我们很愿意去做也很愿意去推动 可是总是有一些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地方 那这样子整个这样听下来 会不会就是说对我们现代人来讲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会有一点灰心 因为这么多人在努力推动 可是呢 这个世界乱了 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 这个问题 世界乱了 只要我不乱就行了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从本身做起 一切人贪财 贪色 贪民 贪利 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放下 我财色名税 通通放下 我比他活得自在 我比他过得幸福 虽然我没有财富 我也没有地位 我活得很快乐 我觉得我的人生超过他们很多倍 我在旁边仔细地冷静观察 他不如我 我们做一个好样子 唤醒别人主 这真正得到幸福自在快乐 增民逐利 活得很辛苦 到死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为什么 是为了什么 那个很可怜 觉悟就从这里开始 可是 可是 其实 法师您讲的这个部分 还是很难做到的原因是呢 比方说 我们可以尽量去想说 众人皆乱 我不乱 就好像众人皆醉 我独醒的这个想法 我们都可以去想象得到 可是真正的实践起来 旁边有这么多的诱惑 然后你的朋友都鼓励你赚钱 你的朋友都带着你去喝酒 不去就是不够朋友 会有很多同侪的压力都累积在身上 我想这是世界上都有的 包括说 虽然人性本善 可是尤其是 就是说很清 很纯净的小孩子 青少年们 在这个时候又特别容易受到诱惑 而且这个诱惑一旦踏出去之后 它又很难回头 该怎么办 对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呢 每个人善根福德 不相同 而实际上呢 是你个人的智慧 你个人的坚定的毅力 我也生活在这个环境 我从小就不被诱惑 昨天我给我的五十年前 同班同学 还有十几个人 在这边聚会中午吃饭 他们就谈到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同学们好玩 我在图书馆读书 到台湾之后 那么我也是在 是个公务员 小公务员 那么我的同事 朋友 得有时间 都到外面玩乐去了 那我呢 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亲近在台北市 这些名教授 我去访问他们 听听他们谈话 增长我们的知识 增长我们的智慧 我跟他们不一起 他们认为我是怪人 认为我是书呆子 那么五十年之后呢 他们对我都非常羡慕 不做别的吗 头一个我身体比他好 我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 现在我的体力 还是跟三四十岁的人一样 这一点就足够他们羡慕了 生活有规律 远离 明文立扬 远离 谈成吃慢 我活得很舒服 活得很自在 活得非常快乐 走到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 他们对我都很尊重 我也尊重别人 我们相处非常荒谬 我能做得到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 不是你们做不到 是你们不肯做嘛 你们经不起诱惑嘛 关键在此地嘛 一定要知道 那些诱惑是什么呢 妖魔鬼怪呀 我们亲近圣贤人 读圣贤书 天天亲近圣贤人 这个才是正确的 远离 妖魔鬼怪 亲近圣贤 善知识 各个人都做到啊 他就是不肯做 不肯回头 责任不要往外头推 回来要烦心自己 推给别人 是错误了 别人诱惑 你甘心情愿被他诱惑 诱惑的人们也罪 罪在自己 他再强烈的诱惑 我如如不斗 我还是能够超越 所以任何过时 不要怪罪别人 不怨天 不由人 回过头来 反省 简点 改过 自信 这个前途 一片光明 我们再把这个想法 再回到法师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要落实这个教育 然后呢 比方说法师提到的这个弟子规啊 三字经 从这个最根本的做起 我这边一定要岔个题 我回家又好好看了一下这个三字经啊 我真的觉得值得大力的提倡 因为里面不只是教你怎么做人 连历史都背好了 告诉你三皇五帝是怎么来的 所以在这边我也衷心的推荐啊 那回到教育这个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那老师跟父母都承继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可是真正的落实来讲 我的意思就比方说 我们是不是有能更有力量呢 去推动 比方说法师您说的弟子规 它变成课文 或者是说 这一些圣贤书 它变成是我们重要的生活举止的引导 就好比说 它会不会就是像这个基督教里面 天主教里面的所谓圣经里面的实戒 它的生活皈依 对 这个问题 实在讲并不难 难在什么呢 国家教育政策方向错误了 就过去 方栋梅先生在世的时候 提到教育 他就破桌子 骂教育部长 其实是 它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气愤 可是那个骂也没用处 我们在旁边看到是 不起作用 而实际上呢 真正 政府如果觉悟了 能够推动 伦理文化的教育 利用高科技嘛 利用传播媒体嘛 你能够说找个 十个八个 这些老先生 对于中国古籍古学有研究的 搞成一个小组 请他们来教学 来录像 然后每一天 把这些教育 在广播电台播上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相信 半年 社会风气完全就变了 一年 一定的时候 灾难都会消除了 就没有人去做嘛 这个普通一般人做不到 一定要政府 普通一般人 没有这个财力 我们真正有财力 把电视台的时间 整个买下来 来做 那是无比大功德了 可是一般 真正有钱 想修福的 他迷惑颠倒 他不知道 真正佛报 是从哪里修 真正佛报 是唤醒人民的迷惑 那才是真正佛报 该庙没有用啊 该庙那是提倡迷信 那是把钱往土里头埋 非常可惜 钱要好好的 善于运用 埋在土地上 有什么福 一点佛报都没有 所以真正佛报是 怎么样把这个人心 迷惑颠倒 把他唤醒 让他觉悟过来 让他醒过来 让他恢复到清净善知识 清净圣仙的教会 这个才是真正有福 所以佛必须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修不出 修不到佛报 佛报在他面前 他也看不出来 所以中国人常讲 复制心灵 心 最重要是自己觉悟 今天讲 我们讲教育 首先自己教自己 先把自己教好 自己不教好 要想影响别人 没这个道理 你确我相信今天的 尤其是这一段的开始 真的很重要 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总觉得说我尽量的盖庙 在庙里面捐很多的柱子 然后放很多的香油钱 总觉得这样可以得到福报 其实今天法师也开示我们了 这样是没有福报 反而应该是 如果不是传播者 应该身体力行 去影响身边的人 那对于传播者来讲的话 他影响的人更多了 可是我自己是传播工作者 我有时候也很迷惑一个问题 就是传播工作者 我们大家 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说 能够把良善的 对社会风气有帮助的 有教育意义的 这个面呈现给大家 这就是所谓 我们的道德在这里 但是现在在看 整个的传播环境 要不是趁选举的时候 把时段迈出去 让别人讲政见 要不就是说 我必须要维持 所谓的经济上的生计 于是乎划众举宠 怎么样的剔土搞笑 然后呢这个胡言乱语 然后让真正有心 就是说有这个传播道德的人呢 反而在这个主流市场里面被消灭了 该怎么办 对 传播界要晓得 这种这个理念行为 现在你是得一点利益 将来你的前途 我说的老不客气的话 说真实话 全部堕阿比地狱 我的话是真实的 你们听了之后 将来堕阿比地狱 那一天就晓得 金空法子讲的话是对的 证明了 你们如果 能把人民的良心换起来 你们是无量功德 你们过过上天堂 所以天堂地狱 就在你一念之间 你是要眼前这点小利 实际上眼前的小利 是不是你们这种手段 能得来的呢 不能 如果能得来 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 推翻了 无论你用什么方式 你所得来的利 是你命中所有的 所以这个道理 你细细细地去度 了凡事军机小的 一赢一注莫非前定 你规规矩矩的 做好事 你还是得这么多利 用尽手段做坏事 得的利还是这么多 所以古人讲 君子落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绝对不是说 用一套什么样的手段 可以能多赚一点钱 那英国这个真理 就被你推翻了 那实在讲 祝福众神都要拜你做老师 他们都没办法 这个改变英国定律 你能改变英国定律 那还得了吗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世间许许多多人 观念错误 思想错误 做了许许多多的 不善的事情 他所得到的好处 得到的利益 实在讲什么呢 打折扣了 为什么呢 损负 他本来一年 可以得一亿万的 现在一年只能得五百万 他的福报治损了 将来的福报在地域 法师一向都是 非常非常的 和善的 可是刚刚第一句话 说出来就是 下阿比地域 所以在这边也提醒 尤其是做传播业的 同人们 我觉得刚刚结论一句话 就是说 您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白忙了半天 还要落得一生的骂名 而且还要折损自己的福报 这很厉害 所以我们真的 传播界的朋友 应该要多多地努力 然后坚持在工作纲位上的人 就必须要坚持下去 因为这个福报果业 有一天就会在身上开花结果 那再讲到说 除了这个传播界以外 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像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 因为这个圣经 它一个依规 上面特别很清楚地讲到实界 把人的行为举止 很清楚地 一不可以怎么样 二不可以怎么样 很清楚地归 标示出来 同时有每一个礼拜 固定的聚会 然后有牧师或是神父 在讲这些道理 所以就会有人来质疑了 那这个佛教徒 是不是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的规范里面 就变得比较没有章法 因为没有固定说 大家一定要什么时候来聚会 什么时候来听道理 什么时候来跟上帝告解 或者是说 我们就是一条一条的 很清楚在那里 这地方我想 法师您可以多做一些开示 跟给我们一些领悟 我跟大家讲解这个问题 今年是43年 43年都没有中断了 那么留下来的 这些录像带 录音带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多少 天天在讲 天天在说 说的很多 听的人也不少 听懂的人不多 做到的人更少 那我们只需求 能有一个两个做到了 我们的心血就没有白费了 决定不能够 期望着所有的人都能回头 难 难在哪里呢 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 他没有办法不受诱惑 所以你看看所有宗教里头 这个创教创始的人 这些教主 过过都实现的安平乐道 你要不能过贫苦的生活 你必定会堕落 必定会受诱惑 你能够甘愿过辛苦的生活 什么样的诱惑都没有办法动摇你 所以首先我们要欢喜过贫苦的生活 贫苦的生活是最健康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朋友 这个同学同事看到我 我今年75岁 一身一点毛病都没有 他们也就是这个病 那个病 今天早晨 我跟盛研发师打个电话 这是我老朋友 他小我三岁 一身毛病 他说不如你 我说你的心没有我心清净 你还有很多事 我统统放得干干净净 我一身不关人 不关事 不关钱 我什么都不要 我要的是心地清净自在 我把我学的 把我做到的 把我所体验到的 毫无保留的 欢欢欢喜喜 讲解给别人听 我一身就干这档事件 这是我的本分事业 我选的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是社会教育 我天天忠于自己的这个事业 这是真正做到圆满的敬业 我把我这档事件做好 我这一身到时间没有白来 生活非常充实 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 这要求无 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 有价值的人生 这一身活得快快乐乐 幸福自在 但是我再把这个问题 再延伸一点点 就是说是不是也是因为 针对人的某一些惰性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 规定大家一定要去上教堂 一定要去教会 然后养成大家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后 你每一个礼拜 你固定地去清净这一些道理 然后使得 好像在我们在看一般的基督教的家庭 就是说他们真的会比较去遵守 就所谓实戒里面说的 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对 如果基督教徒都能遵守实戒 确实不犯 这个人我相信他一定上天堂 那么在佛家的时候 佛教人基本地修行是善 是善跟实戒很相同 但是佛教徒把实戒丢掉了 基督教徒把实戒丢掉了 问题就严重了 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生活 工作除世待人皆无 他没有原则可训 所以社会会动乱 世界会有灾难 你寻求的根本的原因 我们上一次讲了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个老人 摄加摩尼佛是老人 孔子是老人 耶稣是老人 穆罕默德是老人 你不听这些了圣人的话 你要自作主张 那你就自作自受了 这个不能怪别人 不可以怨天尤人 什么样的灾难 都是自己行为干的 所以一定要遵守 基督教每个星期上教堂 那么在佛法里面 虽然没有说是一个星期 但是佛法里每一天 叫你做早晚功课 早课 你多的经文 就是提醒你 今天一天 我要遵照 这个佛 教导我的这些方法 去生活 去工作 去出事待人节目 晚课是反省 我今天一天 做得够不够好 还有哪些过错 我犯了 知道有过错 就要改过自新 知道自己做得好 明天做得更好 这个早晚功 才真正有利益 如果说早晚功 流于形式 我做的时候 好像对佛菩萨敷衍 那完全错误了 那罪过很重 为什么呢 你一受没掉的佛菩萨 早晨骗他一次 晚上又骗他一次 你就想这个罪过多重 他说佛人们 你骗他 还亲一口眼 你苏木雕的 你怎么忍心就骗他 你心太残忍了 那么在中国古时候 这个佛教的教学 多半是利用什么 利用假期 那个时候讲农业时代 都利用是 这个农业休闲的时间 农闲时期 而时期很长 在大多数呢 大概都是 你像我们中国过年 中国过年 从前农历年 从那月初八开始 到二月二龙台头 这才上宫 这么长的时期当中 所有寺庙在这个时候 都是奖金 都是上课 那么愿意去听经 接受教育 通通都可以住在寺庙 寺庙它有内外之分 里面是出家人 这个外院的时候 都是在家居士 所以说只要到那里去 我想听一部经 你在那里登记一个名字 那寺庙要分一点工作给你做 或者叫你扫扫地 这种挖桌子 分一点工作给你做 你就安心在那个地方 把这一部经听越满 你才可以离开 所以佛教是利用这种机会 所以它并不是 好像每一个月 每一个星期 不是它完全利用 这个农闲的时期 举办了这些讲座 这个在从前常有的 那寺庙实际上 就是佛教的学校 这个所以从前念书人 我们看古籍 许多念书人都是在寺院 寺院的藏金楼 就是现在的图书馆 寺院的出家人 各个都是老师 不但对佛法懂的 对于这个世界 许多学问他都研究 为什么呢 他要叫这些念书人 这些念书人 在寺院念书 将来他去考取公民 他的老师多半都是出家人 所以他担负着 由这个社会教育 跟学校教育念案成使命 现在完全没有了 在这个一个世纪 特别是最近这个六十年 全部都消失了 完全流于迷信了 这个是叫我们感到很通信的 我想不仅是在今天的访谈 在上一次的说法是一直在强调 当很多的这个真心诚意 流于形式 流于迷信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然后我今天也才真的总算懂了 为什么要有早课跟晚课 其实他真的就是早上告诫自己一次 晚上反省自己一次 所以呢每天在喃喃自语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早课跟晚课的朋友们 真的不要流于形式 用这个法师刚刚告诉我们 开戒我们的这个部分呢 每天这样做 您会是一个伟大的佛教徒 因为你影响了身边很多的人 严行举止 那我们再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佛教里面 当然也有很多的规矩 约束 人毕竟还是有很多坏毛病的 那讲到 不杀生这件事情 那可是呢 在我们的历史里面也读到了 苏东坡最要好的朋友 佛印和尚 他也吃鱼 特别喜欢吃鲜鱼 那对于说 就是说佛教徒应该要去遵守的 是不是 他吃素与不吃素之间 他其实没有太大的界限 还是说 其实你只要信 吃素与不吃素 无所谓 到底他所真正要依归的是什么 那有人又吃方便摘咯 吃肉边素啊 这个是饮食 素食是中国梁无地提倡的 那么苏东坡距离那个时候 实在讲并不太远 释迦摩尼佛叫我们不杀生 没有叫不吃肉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 是出去脱博 脱博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不能够特别要求 特别要求给你预备素食 你就去麻烦别人 所以佛家讲慈悲为本 找人家的麻烦你就不慈悲了 你就不方便了 所以佛家讲的 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这个教学好啊 一切都随远 不要叛远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所以 这个戒律里头 只讲呢 这个肉食呢 必须要三斤肉 你没有看到啥 你没有听到啥的声音 不是为我啥的 那么这个肉都许可吃 所以就要三斤肉 那么不吃肉啊 实实在在讲呢 我学佛 我大概是在 不到半年 我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因为我没有学佛之前呢 我在回教里头有一年 在基督教里头有两年 反而我对佛教是最排斥 认为他是迷信 那么有一点基础 伊斯兰教的饮食有选择 他虽然吃肉 但是很多东西 肉是他不吃的 他什么理由呢 他卫生 所以我们一般人懂得卫生 保护生理 懂得卫生 但是怎么样保护自己善良的性情 就不懂得了 伊斯兰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他性情不好的这些动物 他都不吃 在牛羊很温顺 所以他有选择 我从这个里头得到启示 佛教的这个素食 不但卫性 保卫慈悲心 所以那讲它是最完整的 卫生 卫性 卫心 我体会到这个 我就接受素食 所以我学习 大概半年 我就吃肠素了 我就不再吃肉了 而且素食是非常健康的 我自己一生 对卫生的时候 我并不很重视 不重视营养 不重视保护自己身体 前年 这个大概是四年前 那么有一个朋友介绍 新加坡一个很有名的牙医 就给我洗牙齿 洗牙齿这个牙医说 他说法师 你是吃素啊 所以你这么大的年岁 你的牙齿保持得这么好啊 他说如果是肉食的话了 他说是很不可能的 就这样谈到时候 他就告诉我 这个保持牙齿 牙齿健康很重要 关系你整个肠胃消化系统 所以牙齿保养应该怎么样 吃过东西之后 就要刷干净 这他告诉我的 特别是牙龈的这个部分 不要有细菌 牙缝的地方 都要刷得干净 只要吃了东西 就要漱口 就要刷牙 不一定要用牙膏 牙膏一天 早晚用就可以 平常漱口的时候 就用清水 就行 一定要洗刷干净 所以我这个 就是从前有偶尔 还有零食的时候 但零很少吃 现在零食就得过 为什么吃了就要刷牙 所以难道刷牙了 所以我所有东西 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所以是一点东西 就是只喝开水 所以这是我才懂得 从前不晓得 从前如果晓得 这种方法的话 我的牙齿一定跟年轻人 一定现在牙齿还是很好 所以这些常识 我们应当要多知道一些 在过去 我们对这个完全疏忽了 可是我对于饮食 我觉得我吃的很少 吃的很简单 最重要的心理清净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没有执着 心理健康 生理所需要的 不同 而且 这个饮食 大家都知道 能量的补充 身体是一个机器 它消耗能量 是从饮食补充 那么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呢 百分之九十以上 应该可以说 百分之九十五 消耗在妄想上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那个消耗量最大 实际上 你劳心劳力 你所消耗的 不过是百分之五而已 所以每一天 很少少的补充 你的精神体力就非常旺盛 我跟黎宾南老居四十年 我亲近的十年 他一天吃一餐 每一餐小馒头 这么一点点 要打两个 在人家的菜一点点 在人家 这绝对不可能的 他的工作量 差不多是五个人的工作量 他精神旺盛 九十七岁 都还不要人照顾 他王生 前两个星期 还上太匠金 我是亲眼看到的 从那个地方 证实的 我跟他学 我也一天吃一餐 但是我吃的比他多 他一天两块钱 我一天三块钱 他问我 我是吃了八个月 我才告诉他 他说怎么样 你感觉的怎么样 我说感觉的很正常 他桌子一碰 永远这样下去 一生说 不求人 人道无求贫自告 我一天生活费用 只要三块钱 那个时候 美金兑换 台币好像三十多 将近四十 你一天只要多少钱 一毛钱的 美金一毛钱的 所以生活很容易 又过得欢喜 又过得快乐 又过得幸福 我求人干什么 什么人最自在 不求人最自在 你今天这个选举 还要到处去拉票 求一个不自在 那个事情叫我去 我决定不敢 我想我们借由 把诗幽默的言谈里面 真的是从中学习到了很多 怎么样去让自己 活得更自在更开心 尤其是 其实学佛法 没有这么困难 在生活的方便禅学里面 就很容易就可以学到了 存乎己心 那我们也知道说 事实上没有说规定 你如果说你不吃素 你就不是一个良善的佛教徒 并没有这样子 那才讲到说 很多的这个寺庙 会鼓励信众们放生 可是这个放生呢 第一个到底放生 有什么意义 第二个 放生被一些不孝的商人 或是不孝的这一些 神职人员呢 给利用了 会拿来很大量的 买了放 抓了回来再放 那可不可以 请师父跟我们开示 放生这件事情的意义本身 以及这一些呢 违背放生的人 他们是不是也要跟着下 阿比地狱呢 对 你讲得没错 这个放生呢 佛劝导一切众生放生 爱护众生的生命 众生在有极难的时候 生命遭到这个 这个极大伤害的时候 我们帮助他 我们救他 所以救人一命啊 甚至奇迹复逃啊 这是好事情 所以一切众生 他都有生命 都贪生怕死 佛教我们放生 应该怎么做呢 不是可以去做 可以去做了 就被人利用了 那你像现在寺庙 罚会放生呢 这被人利用了 你不放生 他不去抓 你又去放生 他晓得今天有小路 他特别去抓 这不是放生 叫害死 意义完全错误了 这放生是什么 你平常到市场里面去买菜 看到有活的 这些动物 你去观察 它确实能够活得下去 你才买来放生 你要看到 看样子 他已经活不下去了 就不被买了 不是叫你 一刻定什么时候去做 这个错了 是在平常随远 随时随地遇到 这是培养你真正慈悲性 你那种大发挥 大批去做的时候 不是慈悲性 那叫变态的心理 那不是一个善意 好像借着这个 我今天做多少好事 其实你仔细观察 今天做了多少坏事 那不是做多少好事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得 不要被别人欺骗了 不要被别人利用了 不要去解了 佛陀对我们的教诲 的确我想很多朋友 其实您如果说 仔细地去观察 你去参加所谓的 这个法会放生的时候 这些刻意被抓来的生物 有的是翅膀也折损了 然后腿也摔坏了 皮肤也割伤了 那可能真的你在放它说 它也活不成了 反而就像法师说 这害生啊 这杀生啊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好好地 做一个思考 再来呢 我就要用比较呢 这个年轻人的角度 来请教法师了 在从前呢 在我们的旧社会里面 或者是说 其实在19世纪的西方 也都一样 男女的地位 一直都很不平等 就是男尊女卑 男主外女主内 可是现在时代 一直在变迁 可是呢 我不知道我听到的 是不是对的 我曾经听过有 有这个 比如说年纪比较长的人说 哎呀 在这个人的世界里面 男女不平等 这是天生自然的 女生就是不如男人 这就是你投胎的时候 为什么会做女人 就是因为你已经不如人 所以你会做女人 所以这个男女有别 这件事情 以及现代的社会里面 提倡的男女平等 它会不会抵触 我们的佛法 这个如果讲一切 讲平等呢 平等的定义 先要搞清楚 如果不搞清楚 这个里头的矛盾 冲突啊 永远没办法解决 什么叫平等 现在谁懂得平等 那真正平等 不要说男女了 总统跟人民平不平等呢 市长跟市民平不平等呢 他不平等嘛 成熟五个指头 不平等嘛 一定把他砍掉 那才平等啊 人长得个子不一样高 那全部说高的时候 统统把脚也砍掉 头也砍掉 平等啊 树木花草 长得都不一样起 统统把他削了 平等啊 要平等 就要把整个世界毁灭掉 就平等了 不毁灭掉 绝对不平等 为什么不行的呢 他造的因不平等嘛 这个世界上是 有钱跟贫穷人不平等 怎么办 说共产 共产还是不平等 供不了啊 这不是解决问题 所以要懂得 平等真正的意义 分工嘛 个人在自己 自己岗位上做到了 做得很圆满 就是平等 你比如像这个公司 你的董事长 是所有世界 你们同行 董事长的模范 第一董事长 你们的经理 是所有行业 经理里面第一 那第一就平等了嘛 你们的员工 甚至于清洁 洗手间的 他也做得非常好 很称职 搞得干干净净 他清理厕所 第一 第一就平等了 我也第一 你董事长也第一 总经理也第一 这叫平等 所以把你自己 这个身份 地位 你的这个 这个工作 做到 尽心尽力 做到最圆满 这就平等 总统 他把称职 他把总统 这个职位上 做得最圆满 全世界 全世界各个 各家总统 他第一 我们做人民的 我们无论从事 哪个行业 我也做得都第一 各个都第一 人人都第一 这叫平等 男子跟女子 也是一样的 应光大师 在文超里头 对这个事情 说的很多 今天提倡男女平等 简直叫胡说八道 为什么呢 天下大乱的根源 从这发生了 涉及上 世界和平 社会安定 这个权 挫在哪个手上呢 应光大师讲得很好 女人手上 女人的工作是什么呢 专门培养 贤得的人才 他在家叫子弟 家有好子弟 那国家就有好的人才 自己一定要出去 跟别人去争 儿女不管 是的 你能够争一代 你的底下一代完了 你去做女人 你去做个总统 为什么不叫你儿子 去做总统呢 为什么不叫你孙子 去做总统呢 那为什么自己 一定要去做呢 多想一想 圣人家里有大道理在啊 女人有女人的职权啊 男人有男人的职权啊 个人分工不一样啊 如果你要真正了解 四世真相 你这一生做女人 你不想做女人 你男生可以投身做男人啊 男人也可以投身做女人啊 女人不是生生世世都做女人啊 男人也不是生生世世都做男人啊 很平等啊 可是就现在来讲啊 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因为现在是一个 毕竟还是经济活动 非常旺盛的年代啊 那有一些人就开始提倡说 如果一个男人本身的工作能力 真的不好 然后呢 可是他娶着老婆的工作能力很强 是不是这两个人 就可以交换工作 于是乎现在就有所谓的 现代奶爸 在家里奶孩子 妈妈出去上班 然后一般呢 就像能够做奶爸的男人 也都能接受 那这样的情形会不会又违背了呢 这个这个是补救 啊 这个确实是违背 但是啊 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情 啊 可以说是父亲在家里头是能够教养小孩 也能做小孩的好榜样 嗯 这也行 啊 这样也行 那这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协调的事情 总而言之 教育底下一代比什么都重要 啊 我是常常 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说 啊 如果我们中国古人讲啊 不孝友善啊 无厚伟大了 嗯 也就是说 你底下有没有继承人 你的事业 如果你的事业做得再好 啊 再辉煌 再伟大 底下没有接班人 没有继承 你的事业的成绩等于零 为什么呢 你死了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这个重要 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出家人 出家人 你一定要有好的接班人 啊 如果你要不注意陪一接班人 你也完了 你什么都 这个这个功德都称不上 你看看古时候 帝王 帝王一结尾那一天 头一撞大四 立太子 你就晓得这个意义啊 大了 为什么 一结尾啊 马上就要培养接班人 啊 现在大家把这个疏忽掉了 自己一定要做到一生 做到老死 死了之后 后面大乱 啊 没有人 解体 为什么平常不注意 培养 家庭也如此 啊 家庭 换句话 小孩一生下来 你就要晓得 这是家庭的接班人 啊 希望小孩将来他的成就 在我之上 你成功 如果你的小孩 疏忽掉 你没有去教育他 你自己做的怎么辉煌 怎么伟大 明眼人看 看在眼睛 等于你 这个道理现在 明了的人不多了 啊 任何一个行业 啊 都要留意 培养 底下 要待啊 这是真实 无量的功德 所以其实法师 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不只是在这个 家庭有事业上的接续 包括说呢 有这个下一代延续香火 对这个家庭来讲 也是有了继承 对不错 事业上 要继承 是 可是对于很多 有些家庭哦 有他们实质上的困难 比方说 这个父亲呢 家里开米店的哦 可是儿子呢 唯一的儿子的兴趣不在这里 而且他的天分 呈现出来的 他可能是画家 像这样的情形 可能这个儿子 又没有办法 课哨击求 该怎么办 这个没有法子 这个是 这个是有办法了 他可以找学生 所以说 这个可以招他的这个 徒弟们 徒弟 徒弟啊 就是 有徒弟来继承 但是在徒弟继承 那么他的 他的这个儿子的时候 喜欢画家 另外一个画家 他就继承他了 但是您讲的 要把这个人才的时候 要代代向上提升 那社会就是形容的 所以每一个人 都要懂得爱惜人才 帮助人才 成就人才 绝对不可以嫉妒 嫉妒破坏啊 那是无量无边的罪 因为什么 他不是破坏一个人 他是破坏社会 破坏许许多多人的福利 所以佛家借罪啊 他不是对个人借罪的 他对他的影响 整体面 他的整体面 他从这个地方来借罪 所以不可以嫉妒 而且这不可以有私心的意思 对 因为中国人讲一句话 就是说 作为中国的师父 我现在讲的 不是在佛福分这个部分 就是说当师父 当老师的人呢 经常在收徒弟的时候 会习惯留一手 像这样子的私 所以就变成说 好像也必须要去设计 那个留的那一手 才能够学到真随 那刚刚法师所开示的部分 就是说 不但不能嫉妒 同时也不能有私心 如果这个佛经里面 讲的很多啊 自己要留一手啊 莱森的愚痴果报 变笨了 这令罚嘛 怎么样才自己这聪明呢 全盘覆出去 你那个智慧天天正常 你想留一手啊 你的智慧完了 不但到这为止啊 会倒退 因为是不是在心态上也是 这个为师者 因为他留一手 因为那个私心 就变成说 回到法师刚刚讲的 一个人一天的能量 大部分就用在 那个妄想上面 你要怎么样防范 结果把自己就变坏了 对对对 身体也变坏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 这个 绝对不要把刘 我们这个阶段的访谈 我们真的听到了 很多的这个生活哲学 生活的佛法 然后这个法师 也非常的幽默 而且非常的浅显 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还要继续追寻的 就是呢 这佛教里面的很多 真知灼见跟他的真理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再重复